黃子嬌主持的網路直播節目 嬌新食堂慶祝三週年 錄影當天恰巧是本人的生日 不僅有坐上 冰炎鴨輪的陪伴 恩師小燕姐也帶著禮物驚喜現身 還有無尊的跨海連線 以及眾多藝人好友的祝賀VCR 讓嬌哥好心情藏不住 我後來插緊一段發現 好多人沒來過 我好遺憾 你看像這個 吳鑽剛跟我們連線 炎鴨輪也第一次來 小燕姐也第一次來 還有很多我很想訪問的 比如說孔劉 有啊 剛剛蔡依靈在立下有講 如果有某某人的行程 要通報一聲 對 就是 其實我覺得在演藝圈 最開心的就是從別人的身上 能夠學到一句神 我們在訪談節目是最容易的 因為像雅倫今天來 我又看到她一些不一樣的人貌 我也會常常學到一句東西 所以最可惜的是 還有很多人沒來過 那當然有一些有恩怨的 就不用來了 像是 您不說了 但是有一些人 我很期待 能夠跟她們聊聊天 在生日當年 獲得了這麼多祝福的黃子嬌 期許節目 繼續做下去的同時 女朋友孟耿如 又有什麼表示呢 不需要啦 耿如昨天 通常我們過生日嘛 昨天零點開始 就有很多朋友 比如說發社群網絡 發Whatever 發WeChat 或者是當面說或什麼的 耿如到現在下午一點半 還是沒有做 還是他準備了 不是 因為我們真的太熟 我們就是像家庭一樣 不用這麼噁心 他去年送過我一個 精品跟玉書結合的禮物 那個禮物很貴 其實我很心疼 因為他的收入 畢竟還在努力中 那他花了一大筆錢 那我就跟他說 這個禮物可以比兩年了 就不要送 他送了我反而心疼 還是他是把自己送給你了 其實你講得有點噁心 但是我認同 我這輩子能夠遇到 小優姐 那現在能夠遇到更多 我覺得這就是 真的是最好的禮物 雖然不忘小小吐槽一下 但明顯可以感受到 兩人的恩愛芳山 看來好事真的不遠啦